上赛季首次夺冠的辽宁队原本被认为,未免和建立冠军王朝是十拿九稳,但今年夏天,半路杀出的新疆队大肆补强后,打乱了辽宁队的如意算盘,面临着新疆队的巨大威胁, 而辽宁队想要对付新疆队,实际上还有一招可以尝试,这招就是更换大外援,上赛季,辽宁队用二百万美元签下巴斯,这一签约以为辽宁队的夺冠,做出了不小的贡献,但不同于去年的事,辽宁队如果想留下巴斯,可能需要加薪,而在辽宁队势必要加薪留下哈德森的情况下,巴斯是否还值得辽宁队高薪续约会是疑问, 不可否认,巴斯上赛季的表现的确不错,尤其是在半决赛和总决赛里表现可圈可点,总决赛一度成为了辽宁队在内线打开缺口的一道利器,但今日不同往日,新疆队引进了前NBA超级内线埃尔杰弗森, 此人的能力要比巴斯强很多,而且力量、技术、能力也完全是压制巴斯的类型,加上辽宁队今年夏天还需要留下赵继伟、贺天局、李小旭三位本土大将,整体开销猛增的情况下,辽宁队是否还有必要高薪留下巴斯,自然值得他们深思, 如此情况下,辽宁队不妨考虑下,还没有和NBA球队签约的前CBA超级外援比斯利,目前,NBA自由市场早就进入尾声,但上赛季效力于尼克斯队的比斯利,仍然没有找到下家,而以比斯利的能力,辽宁队完全可以考虑一下他,值得一提, 但是,在去年夏天,就有传言称,辽宁队将高薪追求比斯利,但最终不了了之,而在今年夏天,辽宁队实际上是可以考虑比斯利的,不同于巴斯基本是中投和篮下硬凿,比斯利有着出色的持球能力,无论是突破,投篮还是单打,他都有很强的能力, 过去在山东队拿到常规赛MVP时,比斯利就展现出了超强的个人能力,场均得到31.9分13.4个篮板是最好的证明,而在去年夏天,美国媒体还透露,山东队,开出三年1500万美元的合同追求比斯利,但最终没能成功,而如果辽宁队此番能引进比斯利,无疑可以有更强的实力来对抗杰弗森, 作为一个持球能力超强的球员,比斯利这位2008年的NBA榜眼,可以打大前锋也可以打小前锋,而且攻防传球权能,让他来对付杰弗森,完全可以利用杰弗森移动漫和防守上的软肋来攻击新疆队,而且还可以在小前锋的位置上弥补辽宁队的软肋, 众所周知,辽宁队的三后卫一直是致命短板,虽然刘志轩和从明晨都进入了南南级训队,赫天举今年夏天还去美国进行了疯狂的特训,但他们要么防守是软肋,要么对抗和力量是短板, 如果让比斯利不时出任小前锋,则可以弥补球队的致命短板,当然,比斯利的存在会对辽宁队的球权形成一定的挑战,但在新疆队引进大杀气杰弗森的情况下,辽宁队留下巴斯并不能陷,至这位前NBA的超级内线,与其如此,辽宁队还不如高薪去追求比斯利这位老熟人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